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外国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为他们入出境和在华办理停居留证件提供便利 主要是一是应邀参加在国内举办的一带一路重大活动重要会议 以及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外国人 因紧急室友来不及办妥来华签证的 可以凭中方有关中央和省级主管部门同意在口岸申办签证的证明材料 可向口岸签证机关申办口岸签证 二是来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程重要活动重大项目的外国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因工作学习家庭团聚室友需要在中国居留的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将根据相关室友的证明材料和个人的需要 提供快捷的签发居留证件便利 签发实现从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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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